那我们知道美国在西方文明的国家里面 可以说它具有一个非常独一无二的一个特点 就是它非常复杂的种族背景 那么接下来我就想请来自于南加州的 王志明律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美国历史上重大的种族仇杀事件到底有哪些 他们的一般的结果是怎么样呢 好的 志明律师 好的 大家周四晚上好 那么在美国涉及到这种仇恨的话 主要还是跟种族相关的 像周律师刚刚讲的 这是最主要的因素 当然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宗教信仰 比如说性取向 那么在过去50年的话 比较重大的或者是轰动美国的 涉及到种族仇视的案件 还是有比较多起的 那么我就按照种族来列举在过去50年发生的重大的案件 首先就是针对墨西哥裔的 那么是在2019年的时候 在德州的一个城市叫El Paso 那么一名白人至上主义者 那么到了当地的一家乌尔玛超市 然后进行了射杀 他所针对的目标就是当地的墨西哥裔 那么而且他在这个射杀之前 他也在网上发布了反对移民 以及这个对墨西哥裔种族歧视的言论 那么这个网站呢 实际上是白人至上主义者 非常通用的这个网站 那么这一起枪杀案件呢 导致了22人死亡 那么26人受伤 美国的司法部 是把这一起案件 列为在过去50年内 这个美国白人至上主义者 导致的最严重的一起枪击的这个案件 那当然这一位凶手也已经被抓获指控 那么并且是被判刑了 第二起案件呢 是涉及到犹太人的 这个可能大家不是很了解 实际上在美国反犹 一直是一个非常很多人所关注 或者是很多人在掀起的一个运动 那么在2018年10月底的时候呢 在美国宾西法尼亚州 匹兹堡市的一家犹太教堂啊 发生了一起大规模的枪击事件 这个教堂呢 叫这个欢乐之光 当时呢 就是这一位嫌犯 也是一位白人嫌犯 那么来到这个教堂 进行了大规模的射杀 导致了11人死亡 那么6人受伤 当时呢 正好这个犹太教堂 正在举行安息日的聚会 以及这个婴儿的割离的仪式 所以呢 是非常非常多的人的 那当然这一名嫌犯就马上被逮捕 并且控以这29项的联邦罪 和36项的这个州罪 那最后也是被认定是罪名成立的 美国的反诽谤联盟呢 是认为这一起枪击案 是美国历史上对犹太人 最严重的一次攻击的事件 这个是针对犹太人的 第三个类型呢 就是针对非裔美国人 或者是黑人的 当然像Vivin讲的 这个在纽约水流城发生的 这起事件是非常的害人听闻 那么另外一起比较轰动的案件 实际上刚刚周律师 有简单的提到过 就是在2015年 发生在美国南卡罗莱纳州 Charleston的一起枪击案 这起枪击案呢 是发生在当地的一座黑人教堂里 那么当时教堂也是正在进行这个集会 那么一名白人呢 就来到这个当地的这个黑人教堂 进行开枪 造成了这个9人的死亡 这其中还包括了当地的一名这个议员 这个白人呢 大概是20多岁 那么就在晚上的时候来到这个教会 那么最后导致的呢 最后呢就是说当然检察把他给逮捕了 那么最终他也是被判33项罪名成立 那么最终是被判处了死刑的 这是第三类的 针对这个非议美国人的 第四类呢是针对我们亚裔的 这个实际上是在过去四年 特别是疫情开始以来针对亚裔的这个事件 越来越多 那么这个最重要的最严重的一起 就是在去年三月份发生的 在亚特兰大 一起涉及到三家这个按摩店的枪击事件 那么一名这个白人的男子 那么在亚特兰大市分别去了三家的按摩店 那么以这个亚裔为目标进行枪击 最后导致了八人死亡 这八人中呢有六名是亚裔的妇女 那么当然这个人也是马上被逮捕 那么并被进行这个谋杀制的指控 这个案件还在进行中 还是没有 到目前的话还是没有定论 这些案件实际上是过去十年 针对亚裔的最严重的一起攻击事件 那当然涉及到亚裔的攻击事件 还是有非常多的 特别是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 新闻中在纽约地铁 有这个华裔啊 或者是其他的亚裔人士啊 被推下了 推到这个地铁轨道内 那么还有就是说在旧金山发生的 我们的亚裔在路上走 然后呢就被人给攻击 或者是这个枪击这样的事件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过去四年 这样的涉及到亚裔的仇恨事件 是层出不穷的 这也导致我们亚裔非常关注自身的这个安全 这个是第四个 第四方面 那么最后一个呢 实际上是针对 穆斯林的 那么因为美国在911事件之后 很多人对这个穆斯林 或者对伊斯兰教人士产生了非常大的这个敌意 那么也引发了一些比较严重的攻击的事件 那么在最近 五年比较严重的是发生在湾区的一起 专门针对 穆斯林人士的这个攻击事件 是一名白人呢 开着这个皮卡 直接冲进了这个一个餐厅的 室外的用餐的场地 那么最后导致了这个八人受重伤 一人死亡的这个这样一个攻击的案件 那么这些案件呢 是在加州市引起了比较广泛的关注的 那么在那些案件中呢 实际上有一位华人非常不幸 那么受到了重伤 那么还有一名这个美国的当地的这个穆斯兰人士 那么最后是变成了这个植物人 也是受到非常严重的伤害 所以这一类型呢 是针对这个伊斯兰教 或者是穆斯林人士的这个攻击事件 以上这五类呢 就是在美国比较典型的族裔 或者是种族这个攻击事件 维梅教授 好的 那么这一次这个布法罗的这个事情 这个水牛城的事情发生了以后呢 那么当地人尤其是一些死者的一些家属的话呢 也是进行了一个公开的这个跟大家就是有一些这个讲话吧 那么其中呢 我记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个去世的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一个老奶奶 他的这个儿子 那么当时情绪是非常激动的 他当时的表达是说 我们虽然是黑人 但是呢 我们一向都老老实实 我们想希望成为一个好的这个公民 为什么社会还是不能够 就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公正的去对待我们 但同时呢 我们也是知道 就是说 随着这些种族相关的一些事件发生呢 那么这个很多这个非非裔的这样的这个其他种族的人呢 又认为说美国政府呢 似乎呢 是对这个非裔人呢 有一些特殊政策的一些照顾 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个知名律师 我们大致的去回顾一下 在这些案件反复的发生以后 一般社会的这个反应是什么 他有没有促使一些这个相应的政策 或者是立法上的一些变化呢 这样的事件发生之后呢 当然社会的关注度还是比较比较高的 那么美国的政府也会做出很多的很多的立法来这个进行这个改变 不好意思 还是会有的 那么从国会从这个联邦层面到当地各州的这个层面都会进行改善 比如说这个在针对亚裔的仇恨事件发生之后 那么美国的司法部专门成立了执法的部门来 对这样的案件调配资源进行重点的这个侦查和这个调查 同时呢就是也调配更多的资源 包括资金啊 来对亚裔社区的安全提供更多的这个维护 那么我们也看到在针对亚裔发生事件之后呢 美国总统拜登上台之后也特别的就是签署了行政命令 要求就是美国的政府部门加强这个亚裔社区的这个安全 还是所以我们还是会看到就是说在发生这样的事件越来越多的时候 政府也是会从行政的层面上对这个社区的安全做出更多的保护的 好的谢谢志明律师